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 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 那年冬天 祖母死了 父亲的差时也交谢了 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 我从北京到徐州 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 到徐州见着父亲 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 又想起祖母 不禁速速地流下眼泪 父亲说 事已如此 不必难过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回家变卖点滞 父亲还了亏空 又借钱办了丧事 这些日子 家中光景很是惨淡 一半因为丧事 一半因为父亲负贤 丧事完毕 父亲要到南京谋事 我也要回北京念书 我们便同行 到南京时 有朋友约去游逛 都留了一日 第二日上午便需渡江到浦口 下午上车北去 父亲因为是忙 本义说定不送我 叫旅馆里一个熟食的茶房 陪我同去 他再三主妇茶房 顺势仔细 但他终于不放心 怕茶房不妥贴 颇愁愁了一会 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 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 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了 他愁愁了一会 终于决定 还是自己送我去 我再三劝他不必去 他只说 不要紧 他们去不好 我们过了江 进了车站 我买票 他忙着照看行李 行李太多了 得向脚夫行些小费 才可过去 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 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 总觉得他说话不大漂亮 非自己插嘴不可 但他终于奖定了价钱 就送我上车 他给我捡定了 靠车门的一张椅子 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 铺好座位 他煮我路上小心 夜里要警醒些 不要受凉 又煮托茶房好好照应我 我心里暗笑他的愚 他们只认的钱 托他们只是白托 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 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吗 唉 我现在想想 那时真是太聪明了 我说道 爸爸 你走吧 他往车外看了看说 我买几个橘子去 你就在此地 不要走动 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 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 走到那边月台 须穿过铁道 须跳下去又爬上去 父亲是一个胖子 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 我本来要去的 他不肯 只好让他去 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 穿着黑布大马褂 身轻步棉袍 盘山地走到铁道边 慢慢探身下去 尚不大难 可是他穿过铁道 要爬上那边月台 就不容易了 他用两手攀着上面 两脚再向上缩 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轻 显出努力的样子 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 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 我赶紧是干了泪 怕他看见 也怕别人看见 我在向外看时 他已抱了珠红的橘子 往回走了 过铁道时 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 自己慢慢爬下 再抱起橘子走 到这边时 我赶紧去掺他 他和我走到车上 将橘子一股脑儿 放在我的皮大衣上 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 心里很轻松似的 过一会儿说 我走了 到那边来信 我望着他走出去 他走了几步 回过头看见我 说 进去吧 里边没人 等他的背影 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 再找不着了 我便进来坐下 我的眼泪又来了 近几年来 父亲和我 都是东奔西走 家中光景 是一日不如一日 他少年初外谋生 独立支持 做了许多大事 哪只老镜 却如此颓唐 他触目伤怀 自然情不能自已 情欲于衷 自然要发之于外 家庭所谢 便往往处他之怒 他待我 渐渐不同往日 但最近两年不见 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 只是惦记着我 惦记着我的儿子 我北来后 他写了一信给我 信中说到 我身体平安 尾膀子疼痛厉害 举住提笔 诸多不便 大约大去之妻不远里 我读到此处 在晶莹的泪光中 又看见那肥胖的 青布棉袍 黑布马卦的背影 哀 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赏悉 父亲不像母亲那样会 有嘘寒问暖的问候 琐碎绵长的挂念 没有不爱自己孩子的父亲